日本政府时隔25年来再次召开皇室会议后决定 名人天皇将在后年也就是2019年4月30号正式退位 结束30年在位生涯 主持会议的首相安倍晋三会后表示 名人天皇将成为日本皇室近200年来首位实现生前退位的天皇 政府将根据皇室会议的意见 加快制定有关退位时间的具体行政令内容 尽力实现皇位平稳传承 高龄83岁的名人天皇在2014年12月 曾呼吁日本要继续走和平道路 并在2015年的全国战末者追悼仪式上 首次表示对先前战争的深刻反省 去年他已年事以高体力无法附和繁重公务为由 释出退位意愿 一些舆论认为天皇执意退位 与其和安倍在历史认知和修宪等问题上的分歧有关 日本国会今年6月通过法律为天皇退位清除障碍 名人天皇将会成为日本200年来第一个在世时退位的天皇 而57岁的长子黄太子德仁将会在同年5月1号继承大统 成为新天皇并启用新年号